中国国中教育会考进入倒数30天 大考即将来临 考生们也总是特别紧张哦 因此中明高中就在校内 为国中部的考生来举办祈福适时活动 学生用飞镖来射破气球 象征冲破关卡夺得高分 老师们给制赠同学金榜提名笔带 想借此来安定考生的心情 信心大增 瞄准目标用力一射 学生们用飞镖射破气球取得好运迁时 距离国中教育会考剩下不到一个月 由学校就举办创意祈福实施活动 希望安抚考生们紧张的心情 因为会考准备起来压力会很大 这样子听到老师去文昌词帮我们祈福 然后这样子心理压力会减轻很多 所以这样准备起来比较轻松 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有一个能量去 就是那个准备会考 然后之前的英文老师也有帮我们去 就是车站啊用那个最分成功的票 然后给我们当那个吊饰成为一个幸运服的那个感觉 师生秀出亲笔血的祈福卡祈求考学顺利 全国国中教育会考今年有20万多名考生 学校也准备经过孔庙文昌军加持的金榜提名笔带 送给学生增加信心 今天我们针对国三的同学办理起舞活动 我们总共有10个班将近300位同学即将会考 那我们希望在最后这29天能够激励同学 让每个孩子在最后最需要努力的时刻 能够坚守到底做最好的一个准备 大考来临学生特别紧张 校方表示 今年全校有近300位考生应试 希望考生们参加完活动后都能更有信心金榜提名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